男子在社交软件发定位求偶遇 结识青春靓丽的女孩 两人约会时遭女孩男友跟踪 躲进宾馆竟被抓现行 男子百口莫辩 被迫签下九千元欠导 不料竟陷入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偶遇阴谋 法律讲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8年8月的一天 北方某市中心的烧烤店内 几个单身小伙正在吃宵夜 一个叫高同的 就趁着醉意对坐在他旁边的叫孙卫东的说 老孙 你敢不敢玩个刺激点的游戏 孙卫东啊有点微醺的回道 什么游戏呀 高同晃了晃手中的手机道 你敢不敢通过社交软件发个定位 再发个求偶遇的信息 如果有人回复你了 这顿饭我请了 孙卫东啊是尴尬的笑了笑 不会吧 会有人回复吗 高同就说道 你看你不敢了吧 其他人听到了也都开始起哄 急得孙卫东啊是满脸通红 他心下意想啊 都这个时候了 估计发了也不一定有人回 于是啊 他壮着胆子说道 发就发 谁怕谁啊 他掏出手机啊 是操作了一番 并且还把发出的消息啊 给小伙伴们看了看 没想到啊 一分钟不到 竟然还真的有人回复他了 高同啊看着孙卫东的手机屏幕啊 就大声喊道 快看 老孙的有缘人来了 其他小伙伴们又是开始起哄 让孙卫东赶紧把这个有缘人 带来给大伙瞧瞧 孙卫东啊是一直说 算了算了吧 可是他架不住小伙伴们起哄啊 没办法 只能是边往外走啊 边说 好吧 你们等着吧 我去看看 就这样 一段奇妙的故事就此展开 孙卫东走出烧烤店 根据有缘人发的定位啊 是走街串巷 终于是在一个巷尾啊 找到了指定地点 原来啊 是一个咖啡馆 他透过咖啡厅的玻璃啊 往里面望去 里面啊 已经没有多少人 大厅中央啊 坐着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女子啊 正低着头看手机 孙卫东一想啊 有缘人给他发的提示啊 正是穿着碎花裙子的我 他心下明了 就是这个女子了 不过啊 他是紧张地 在咖啡店门口走来走去 不知道是进还是不进 也许啊 是刚才的酒劲上来了 再加上他一想啊 我要不把人带回去 估计啊 大伙又得嘲笑我了 没办法啊 他在门口啊 是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推开了咖啡店的门 低着头 静止走到了这名女子面前 你好 请问你是周灵吗 说完话抬头的瞬间 孙卫东啊 是傻眼了 他没想到 有缘人竟然是一个青春亮丽的女子 这个姑娘啊 两个眼睛是黑白分明 笑眼弯弯的正看着自己 孙卫东的心啊 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这名女子啊 也很大方 他说是啊 我就是 就是你在朋友圈发求偶遇的信息吧 孙卫东啊 尴尬地笑了笑 我和朋友啊 打了赌 没想到你真的回复我了 周灵啊 笑了笑 说啊 我正好在这个附近没事 所以啊 就回复你了 也正好想多认识几个朋友 孙卫东听到这啊 就顺势邀请周灵 和他一起回烧烤店 见见他的朋友们 周灵啊 也欣然答应了 这一路啊 又兴奋又激动的孙卫东 都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走回去的 而烧烤店那边呢 小伙伴们嘛 也等得有点 独来烦了 其中一个啊 就大声说道 老孙这小子啊 一个人出去半天呢 该不会是甩了大火 单独约会了吧 正说话间呢 另外一个就嚷了起来 说快看 老孙好像真带了个姑娘回来了 大火啊 是相拥而望 发现孙卫东身后啊 真的跟着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子 走了进来 而这名女子啊 还主动挥手和大火打招呼 说你们好 我叫周灵 周灵的出现 让这些单身小伙子们非常兴奋 入座后 孙卫东把好哥们一一介绍给周灵 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 酒过三巡 高同提出玩游戏祝酒幸 众人拍手叫好一致同意 周灵也迅速和大家熟悉了起来 高同说啊 一会儿呢 我当主持人 我拿一个空瓶子啊 对着大火转 在谁的面前停下 谁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答错或答不上来 就罚酒一杯 大火一听 正好呀 又增加了气氛啊 又增加了大火的感情 高同啊 于是就把桌子前面 清理的一部分出来 顺手拿起了一个空酒瓶 横着放了下来 随着他说的一声转 酒瓶就转了起来 大伙就盯着酒瓶看 没想到酒瓶啊 停下来 对准的方向 正是周灵 大伙又是一阵起哄 高同就说 周灵你听好了 我出的题就是 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 周灵一听啊 这道题无解呀 孙伟东这个时候 也站出来说 这道题不好答呀 高同说 你别急 如果我把这道题的答案 说出来 周灵你就得喝一杯 周灵说行啊 高同解释啊 说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和刘身上的毛一样多 此时的周灵才反应过来啊 原来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孙伟东又说了 一会儿你再问 必须得问个简单点 和大伙都知道的问题 于是高同又开始了第二轮转酒瓶 而这个酒瓶啊 就像认了主人似的 又停在了周灵的面前 高同让周灵放心 这次题目绝对简单 笑着说道 请问野火烧不尽的上一句是什么 周灵本来是知道答案的 但是由于喝了些酒 已经有点醉了 直接说到春风吹又生 高同听后哈哈哈哈大笑 起哄劝周灵赶紧喝酒 这时候孙伟东啊 又抢先挡在了周灵的面前 他说啊 这杯酒我替他喝了 高同就说 周灵受罚他喝酒 你凭什么替他 难不成你喜欢上人家了 说完大伙啊 又开始起哄 其中一个人还带头说着 在一起 在一起 大伙原本啊 还担心周灵会不高兴 没想到 人家姑娘坐在角落里啊 用手捂着嘴 害羞地笑了 听到大家起哄 周灵不但没有生气 脸上还露出了一丝甜美的笑容 就这样 饭局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周灵和孙伟东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临走时 周灵婉言谢绝了孙伟东送他 便打车回家了 然而正是这次两人意外的邂逅 让孙伟东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挑战 第二天啊 孙伟东还主动给周灵打了电话 约他出来吃饭 两人是相谈甚欢 在孙伟东看来 周灵啊 无论长相身材都非常优秀 关键是性格还好 简直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再加上两人这天注定的缘分 更是坚定了孙伟东 让周灵做自己女朋友的决心 这一天孙伟东啊 约周灵去湖边散步 湖面啊是波光灵灵 照得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 孙伟东突然面向周灵 双手握住她的手啊 深情地告白道 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周灵听完 刚开始啊 是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可紧接着啊 她又黯然神伤 突然甩开了孙伟东的手啊 朝相反的方向抛开了 这孙伟东是愣在了原地 半天都挪不开脚步 她不禁想到 难道周灵拒绝我了 事后啊 周灵和孙伟东说 其实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她的男朋友还是个散打教练 多次啊 在审级比赛当中获得奖项 但是她的男友啊 还有暴力倾向 动不动就对她拳脚相向 周灵早就想和她分手了 可是每次一提分手 她的男友啊 就疑似相要挟 周灵没办法 只能躲着她 听到这啊 孙伟东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只能劝周灵 既然两个人性格不合 就应该早点分手 周灵啊 也口头答应 但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但是周灵也向孙伟东表示 自己啊 也喜欢上了孙伟东 这也是她 她为什么没有彻底和周灵 断绝联系的原因 但在孙伟东的心里 周灵的男友始终是她的一个心结 约会时 周灵发现被男友跟踪 情急之下 拉着孙伟东跑进宾馆 我刚才在楼下送客户进来 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 报警 说什么好像有人 侵犯了他的女友 紧急时刻 好友高童突然出现 劝孙伟东拿钱给周灵男友赔偿 九千块钱 我身上没带这么多现金啊 要不你再和他商量商量 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孙伟东无奈写下欠条 高童拿着欠条 找孙伟东的父亲要钱 缘合被警方抓获 偶遇阴谋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个周末 周灵主动打电话 约孙伟东出来吃饭 还提议啊 再去上一次的烧烤店 于是两个人约好了六点 在烧烤店见面 坐在了相同的桌子上 还点了相同的菜品 两个人说说笑笑 还回忆了当时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吃过饭接完账 周灵提议 我们两个人朝前面 散散步削削神 孙伟东也答应了 两个人一边走着 一边聊着 周灵神秘地对孙伟东说 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孙伟东纳闷地答到 什么地方 周灵用手指着前面的方向 告诉他 那你原来是他住的老房子 已经好久没回去了 今天带你瞧一瞧 孙伟东听了非常高兴 他觉得周灵主动和他自己 说出过去 说明他在周灵的心目中 是越来越重要的 突然周灵紧紧地 攥住了孙伟东的手 还悄悄地说 不好 我们好像被人跟踪了 好像就是我的男朋友 他可能发现我们的事了 此时的周灵啊 还比较镇定 他说先别慌 我们也别让他发现 我们知道被跟踪了 而且我觉得 我们也别硬碰硬 这样吧 我知道前面街角拐弯处 有一个酒店 我们一会儿就躲进去 孙伟东听了 也只能这样 于是两人是加快脚步 在前面街角处 直接走进了酒店 还开了一间房 当走进房间的时候啊 孙伟东又有点担心了 他说如果一会儿 你的男友堵上门 那我们岂不是无路可去 倒不如我们去人多的地方 还好甩掉他们 但是周灵很坚定地告诉他 放心 他找不到这里 这里安全 孙伟东看周灵如此坚定 也只好作罢 这时候房门响了起来 周灵刚想去开门 孙伟东慌忙拦住了他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不知如何是好 此刻外面有人大喊 孙伟东的名字 仔细一听是高童的声音 两人从猫眼确定 只有高童一个人后 便打开了房门 周灵打开门 高童是一个剑步冲了进来 我刚才在楼下送客户进来 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 打电话报警 说什么好像有人 侵犯了他的女友 还说出了周灵的名字 我一听估计就是你们 我是好说歹说 劝了人家放下了电话 这不我是赶紧上来看看 怎么回事 孙伟东就赶紧把 今天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高童 高童说原来这样 但是人家毕竟是周灵的男友 你们两个此时在这开房 算怎么回事 万一人家在报警 说你强奸妇女 那可是要蹲监狱的 这样吧 这事被我撞见了 我呢也不能不管 我建议啊 你还是给点钱 把这事给解决了 孙伟东一听啊 简直就是觉得 哑巴吃黄年 有苦说不出啊 他再看看旁边的周灵 此时的他都已经哭得 像个泪人似的了 而高童又一再催促他 说你快点吧 别一会儿人家又报警了 孙伟东一听啊 也只能这样 说好吧 高童 这事交给你去办了 紧接着高童就下了楼 没一会儿他又回来 他说啊 我和人家男友说好了 你呢 今天给他九千块钱 这个事就这么算了 孙伟东一听啊 就说了 九千块钱 我身上没带这么多现金啊 要不你再和他商量商量 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此时的高童急了 他说九千块钱 还是我好说歹说的呢 人家开口就是要几万呀 你啊 赶紧拿决定吧 实在不行啊 打个欠条也行 这孙伟东一听啊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他就跟高童说 行吧 高童说 我再下去和人家男友商量一下 毕竟啊 我也只是个中阶人 于是他又下了楼 不一会儿 高童手里拿着笔和纸回来了 得知对方同意打欠条 孙伟东不安的心 终于踏实下来 他赶紧在纸上签了字 狼狈地离开了宾馆 可没想到几天后 高童趁着孙伟东不在家 拿着欠条带着几个人 直接找到了孙伟东的父亲 孙伟东的父亲 面对突如其来的债务 会作何反应呢 他是一手指着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一边对孙伟东的父亲说道 叔叔 前两天孙伟东欺负了一个女孩子 这就是他的哥哥 人家待着孙伟东自己写的欠条 上门来要钱了 还说 今天如果不把这个钱给他 他就立马报警 你看着办吧 孙伟东的父亲毕竟是从事经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几句话就问出了原委 他打电话让小区保安赶走了高童他们 高童前脚刚走 孙伟东的父亲就立马报警 说有人上他们家来敲诈了 孙伟东回到家 他的父亲把今天的事情和他说了 孙伟东一听啊 不但没有感激父亲 反而还责备了他 说你这样做 我还怎么面对我的好哥们 于是啊 他是拿出手机给高童打电话 发现他的手机关机 于是他又给周灵打电话 发现周灵的电话打不通 他打算发微信的时候啊 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就为了这件事 父子俩还好几天没说上话 当孙伟东再次见到周灵的时候 却已经是在公安局了 公安局打电话 让孙伟东去辨认犯罪嫌疑人 当孙伟东见到周灵的时候 他简直惊呆了 还是在警察的协助下 才走完了流程 高童和周灵谋划利用美色挣钱 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周灵的原名也不叫周明 叫周小曼 而且人家已经结婚生子 他所谓的暴逆男友 根本不存在 都是他瞎编的 所谓的饭局原来竟是一场 红门宴 他们为什么会盯上孙伟东 他知道 孙伟东家庭条件好 胆子还小 平常被欺负了呀 多半也不知声 于是他就盯上了孙伟东 策划了这起求偶遇的事件 两人比应外合 威胁孙伟东写下欠条的行为 属于诈骗还是敲诈勒索 偶遇阴谋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察告诉他 周灵和高童 其实早就认识 周灵的原名也不叫周灵 叫周小曼 而且人家已经结婚生子 他所谓的暴逆男友 根本不存在 都是他瞎编的 周小曼家庭困难 想补贴家用 于是就想洁净致富 他有娇好的容貌 他的朋友曾经给他提议 你何不利用美色挣点快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 周小曼是在酒吧认识了高童 两个人都没什么震惊工作 就喜欢泡个酒吧 他听到朋友提醒他 用美色赚钱的事情以后 就向高童表达了 如果将来有竭尽致富的机会 千万别忘了他 于是才有了这次求偶遇事件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盯上孙伟东呢 原来孙伟东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 和高童还是小学同学 高童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 在社会上是混吃混合 总想着不劳而获 于是他就打算从熟人手上下手 他知道孙伟东家庭条件好 胆子还小 平常被欺负了呀 多半也不知身 于是他就盯上了孙伟东 策划了这起求偶遇的事件 他故意在烧烤店内 提出让孙伟东 发定位求偶遇的消息 让周小曼及时开启消息 及时回复消息 还事先打扮成孙伟东喜欢的类型 在咖啡店引他过去 到了饭桌上 还故意提出做游戏 拉近两人的距离 没想到孙伟东 真的被周小曼迷住了 周小曼还故意告诉他 自己有个家暴男友 让孙伟东产生了恐惧心理 那天周小曼约孙伟东出来吃饭 故意把孙伟东带到酒店 周小曼一到房间 就把房间号发给了高同 高同上去跟他们说 和周灵男朋友交涉的那些话 全是编的 就这样孙伟东慢慢走进了 他们设计的陷阱里 但让周灵和高同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骗局 竟被孙伟东的父亲识破 一分钱没有拿到 便被警方抓获 那么高同等人的行为 该如何定性呢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 就有所疑惑了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 又有骗的成分 又有威胁的行为 那么到底是诈骗 还是敲诈勒索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 法律关键词 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两个罪名 诈骗罪啊 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的是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 来占有公司财物 而敲诈勒索罪啊 同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不过采取的是 威胁 恐吓 要挟的方式 达到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 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发现 其实这两个罪名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诈骗罪重点在骗 敲诈勒索罪的重点在敲 诈骗罪是让被害人 因为被骗而自愿交出财物 而诈骗罪是被害人 因为受到威胁害怕 而被迫交出财物 我们再来结合本案当中 来分析一下 周小曼和高同联合 采取了威胁恐吓的方式 逼迫孙卫东签下了欠条 让他达到害怕的心理 以占有他的财物目的 而两个人都已经实施了犯罪 只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 没能得逞 所以是犯罪未遂 应当比照记随犯 从轻或减轻处罚 两个人均以敲诈勒索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唤刑一年 而其他同案犯 也都已经另案处理 他们终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一时的贪恋 往往将人引入歧途 本案中周小曼和高同 就是生动的案例 周小曼贪念 竭尽致富 不惜利用美色引诱他人 而高同则贪念不劳而获 不惜利用同学情 威胁他人 当他们心中的贪念 都战胜了理智的时候 往往会步入犯罪的深渊 为自己引来牢狱之灾 失去自由 人生在世 往往会面对很多诱惑和考验 我们必须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从思想上和行动上 避免进入贪念的误区 金钱的取得是需要取之有道的 千万别想着走歪门邪道 否则你踏上的可能就是一条 不归之路了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子婚内出轨 不料被有心人发现 并以此威胁男子 为隐瞒婚外情 男子挪用公款 用来支付封口费 男子无法支付巨额封口费 选择报警 方知这一切竟是情人和他人 联合设下的陷阱 封不住的口 下期播出